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美国至少19个州禁止政府拥有的设备下载和使用TikTok 去年12月14号,美国参议院口头表决通过法案 禁止联邦政府员工在公务设备上使用TikTok 目的是杜绝可能的国家安全威胁 6天之后,众议院跟进在联邦政府开支法案中响应 由于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公司 TikTok被认为终将牺牲用户的资讯提供给中共伤害个人隐私 乃至国家安全 拜登政府威胁说,字节跳动必须清空TikTok的股份 否则TikTok在美国可能遭到封禁 今年3月23号,美国举行了TikTok的听证会 总经理周寿资面临5个多小时的盘问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反复质问周寿资 TikTok是否代表中国政府是否对美国人进行间谍活动 经常还中毒打断他的回应 并愤怒地要求他回答是或者否 可是事过境迁 其实这个时间很多也就6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府对TikTok喊打喊声的声音突然就没有了 难道3月份的听证会 TikTok的管理层把议员们都说服了吗 一番慷慨陈词,一番苦口婆心就把政客们说服了吗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就太不了解美国政治了 或者说太不了解政治了 9月底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 把这个事情的变化发展给抖露出来了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把TikTok保留在美国手机上的亿万富翁 The billionaire keeping TikTok on phones in the US 文章中说,在今年早些时候 TikTok在美国政府中几乎没有朋友 但今天他的朋友多起来了 而且这些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亿万富翁杰夫亚斯 在亚斯的积极活动下 原来反对TikTok的政客一个又一个的改变了立场 这位亚斯是何许人呢 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能量 他怎么就那么为TikTok卖力呢 亚斯开设了一家投资公司叫 苏斯哈克纳国际集团 这家投资公司2012年大举押注 TikTok购买了字节跳动15%的股份 这相当于亚斯一个人就占了字节跳动7%的股份 根据字节跳动最新的估值 亚斯的股份价值是210亿美元 而亚斯的总身家根据彭博的估算是280亿美元 也就是说亚斯家产中有四分之三都压在TikTok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拼命的游说国会不能在美国禁止TikTok的原动力 那么亚斯是怎么说服政客们改变立场的呢? 华尔街日报披露 美国有一家非盈利组织叫做Club for Growth增长俱乐部 这是在美国朝野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机构 他反对取缔TikTok 而亚斯是增长俱乐部里顶级的捐助者之一 是大金主 根据联邦政府的记录 自从2010年以来 亚斯已经向增长俱乐部捐赠了6100万美元 占增长俱乐部接受捐赠总额的24% 今年3月增长俱乐部公开反对取缔TikTok 当时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时获利 正在推动法案 一项快速通过禁止下载TikTok应用的法案 但是遭到同样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兰德保罗的阻拦 保罗当时说 如果我们在美国禁止TikTok 那我们跟中国政府就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在这份大道理的背后是这样的事实 那就是 自从2015年以来 亚斯夫妇向保罗以及向支持保罗竞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赠超过2400万美元 光是今年6月 亚斯就给一个支持保罗的政治委员会捐赠了300万美元 根据联邦政府的记录 从2020年以来增长俱乐部向支持保罗的政治委员会 捐赠了180万美元 当然光是搞定保罗一位参议员是不够的 另一位得到增长俱乐部支持的共和党人是肯塔基州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 他是一位重量级的政客 是议长麦卡锡的重要盟友 执行人士透露说 马西敦促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反对参议院的一项法案 一项得到拜登政府支持的有跨党派支持的针对TikTok的法案 从2020年以来亚斯服服向马西的阵营捐赠了32,200美元 根据OpenSecrets搜集的数据 从2011年以来增长俱乐部一直是马西最大的政治捐款者 捐款总额19万2000美元 当然了 政客们不会承认自己拿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软 参议员保罗的发言人说 保罗向来是古典自由派 向来坚持言论自由 坚持支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马西的一位发言人也说 议员马西不喜欢TikTok 但他更不喜欢禁止TikTok 亚斯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一直支持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 TikTok是关于言论自由和创新的 是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典范 禁止TikTok的想法 与我所坚持的一切都背道而驰 除了保罗和马西 至少还有另外五位获得增长俱乐部财政支持的议员 也反对对TikTok进行立法 美国国会里面民主党本来就不愿意禁止TikTok 现在共和党对TikTok的力量也在削弱 所以现在美国政坛已经很难听到 跟TikTok有关的声音了 当然TikTok在华府的游说工作 也是下了大功夫 跟各界人士开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会议 知情人透露说 TikTok游说工作的主要论点是 字节跳动大多数股东是美国人 其中一些与保守派有着良好的关系 TikTok的游说显然发挥了作用 现在众议院共和党人基本上是放弃了 禁止TikTok的想法 转而考虑立法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仪仗麦卡锡在一次采访中说 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全面禁止 一个是保护用户的数据 我们一度认为下禁令是最有力的 但现在看来还有另外一条路 虽然走不同的路 到达不同的目的地 但方向是一样的 听到这儿 你难免会有感慨 天下政治一般黑呀 民主政治也是一样 背后都是金钱的运作 称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错 当今的天下 没有绝对的民主自由和公平 这是人性的弱点所致 人有追求幸福 逃避苦难的本性 这是天赋人权 同样的 人也有贪婪 有利用手中的资源 权力寻租的原动力 在西方的法治国家 只是把人的行为更加紧密的限制 在法律的框架下 大家都依法行事 有法必依 而人质的国家就更完了 如果没有道德和新性的约束 那就没有任何约束了 什么坏事都可以干 也愿意干 也能这么干 无法无天 第二个感慨 政客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首先你得会说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让所有的人都觉得 你跟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其次还能说漂亮话 用堂而皇之的话 掩盖背后真正的动机 很善于小之以利 动之以情 第三 政客得没有原则 可以随风倒 根据名义 利益改变自己的立场 脸不红 心不跳 气都不带喘 第三个感慨 在自由法治的国家 至少还有独立的媒体 政府无权干涉媒体 报道了自由 这才有了华尔街日报 把背后的金主操作曝光 而且美国有相对的透明度 说客的身份 捐助的对象 金额时间都有记录 公众可以查询 虽然今天的人类社会 没有道德的约束 但还存在一个公共名义的约束 相信华尔街日报文章之后 政客和金主必然会有更大的压力 行为也许更为收敛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第四个感慨 中共现在也越来越懂得 如何钻民主宪政的控制 比如说 TikTok总经理在国会作证时 信誓旦旦的说 公司是私人公司 不是中国的国营企业 跟中共没有关系 不会受到中共的胁迫 这个话 没有中国人会相信 但美国政客们会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作证的人 都是要把手摁在圣经上 发誓讲真话 所以他们先天就认为 在国会上的证词是可信的 至少在被断定为谎言之前 是可信的 这也是自由社会 对中共认识不清的地方 还是幼稚了 中共现在也越来越懂得 如何钻法律的控制 如果利用美国社会的精英 公关的专家律师 为自己辩护 利用美国政治现金的控制 用资本推动自己的计划 当然中共不会直接给钱 但要悄悄的给 这办法是太多了 这就是你我生活的世界 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 其中充满了善恶对错 好坏的对立 更多的是磨冷两可 边界模糊的观念 冲撞和判断 希望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天平 大道至简之一 用大道来衡量 希望大家心中都有光 把自己前行的方向照亮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 再见